新元1896年ABT就建廠了 它是德國最早的改裝品牌 那一開始呢 它是做這個馬車的零件起家 那現在則是代理福斯集團旗下 包括 Volkswagen, Audi, Skoda 等改裝品牌 那目前呢 也積極的在開發 Bentley 的這個改裝套件 這個品牌呢 因為它已經有120年的歷史 也就是在1895年甲午戰爭 隔年它就建廠了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參觀工廠 等會也會試駕新的Q7改裝車 SQ7 之前我們來參訪DTM的時候 它的這個場隊 OD SPORT TEAM的ABT SPORTLINE 48號車贏得了冠軍 那以它雄厚的這個賽車經驗 會轉換到這個市售車的改裝 性能表現跟整體的完整度 都可以說是相當純熟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ABBA 那它是在於德國南部的CAPTON這個小鎮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呢 其實操控表現已經是相當好的 Audi的Q7 那這次ABBA調校我們試駕的是 3.0的TDI 柴油版車型 那因為經過調校以後 它的最大馬力有325匹 特別的不只是說它的動力提升 那0到100加速是在6.1秒可以達成 而它的極速可以達到245公里 我覺得最喜歡的當然還是它的操控感受 雖然底盤的結構沒辦法改變 可是因為ABBA它把這個懸吊 降低了這個30mm 因為懸吊行程降低以後 它在側傾的抑制表現上更好 所以說它在彎道上開起來 感覺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台7人座的這個大型SUV 是容易親近的這種高級車的感受 那因為你開起來你可以覺得隨心所欲 再加上它原本的Q7質感就一定有一個水準 然後ABBA是在經過調校尤其它的外觀 就看起來這一台旅行車可以變得稍微霸氣一點 但是整體的感覺就相當的好 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路感回饋很清晰 其實像這個開快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說會有一種恐懼感 你可以很信賴它的底盤設定 然後包括它這個即使在高速彎道 它的路感回饋都可以很清晰 當然這也是這一台SQ7最迷人的地方 我們在搞的說法 我們永遠過啊 全部正沒有血我 小心 forms 其實我發生過